睡眠呼吸中止症我们要怎么样去治疗呢 目前关于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治疗 主要分成两大类 一种就是属于内科的治疗 是属于不用开刀的 那另外一种是属于外科的治疗 就是用手术的方法来改善 那内科的治疗 包括最基本的一些调物治疗 例如很多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 都会有鼻塞 下鼻甲肥大鼻过敏的状况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些 预防治疗鼻过敏的抗腹肢胺 或者是鼻喷剂来改善 病患鼻腔肿脏的问题 另外很多呼吸中止症的患者 也有体重过重和肥胖的问题 因此使用这个饮食控制 或者用运动的方式 让他体重能够下降 对呼吸中止的症状也能够 也能够有明显的改善 那另外还有一些这个 一些能够辅助减重的药物 这个也是对于 如果体重下降的话 对于睡眠呼吸中止症也是会有 会有帮助的 那除了以上的治疗之外 也有一种是知识疗法 例如如果您的呼吸中止症 是属于阳躺的时候 症状会更加严重的话 那您可以使用一些 这个科技测睡枕 一些辅助的枕头 让你晚上夜间睡觉时候 能够维持在一个 测睡测躺的姿势 让打汗能够明显的改善 那另外还有一个 连续式的阳压呼吸器 连续式的阳压呼吸器 这个连续式阳压呼吸器 是目前治疗睡眠呼吸中止症 内科治疗的一个主流的这个项目 它的原理是 一个面罩能够照住我们的口鼻 那在我们在呼吸不顺畅的时候 借由这个 连续式阵压式的呼吸器 可以将空气 持续的打到我们的呼吸道 能够把呼吸道撑开 让空气进入我们的肺部 来改善呼吸中止缺氧的状况 那阳压呼吸器这是属于一个 自费医疗的项目 它的价位大概是介于 5万到10万之间不等 那所以它的功能和型号 也不同的价位 那它有一台主机 里面有马达 是能够将空气打进来 那另外有一个这个连接管 以及面罩 那它的面罩也分成三大类 一种是这个 宣罩式的口鼻罩 一种是指照住鼻子的鼻罩 还有另外一个是 只塞住两个鼻孔的 这个小鼻枕 有三种不同的面罩选择 那面罩也有各种 不同的大小跟size 那患者有需要 用这个仰压呼吸器的时候 我们会让患者去选配 适合它的面罩 那另外再搭配机器 在夜间的时候 患者带着面罩 整个睡觉过程中 都能够带着面罩 那呼吸器持续的将空气 从导管输送到面罩 并且打到患者的口腔 或者鼻腔里面 让它的呼吸道撑开 让它缺氧的状况能够改善 所以总结以上 这几项治疗 内科的治疗 就包括一些药物治疗 来改善鼻过敏 还有减肥的治疗 以及姿势的治疗 让你能够 如果说你测睡 会比较改善的话 我们就使用这个测睡枕 或者其他辅助的器具 让你能够用测睡的方式 那另外还有连续式的 阳压呼吸器 佩戴连续式的阳压呼吸器 也可以让空气持续 不断的输入我们的呼吸道 那这个呼吸的状况 也能够得到改善 那接下来要说一下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外科治疗 有哪些呢 那外科治疗 顾名思义 就是用手术的方法来改善 那手术呢 就是去改善这个患者 他最阻塞的部位 最狭窄的部位 那一般来讲 我们耳皮尤科医师 最常做的包括鼻腔的手术 以及我们口腔 玄涌水 扼烟成型的手术 那另外 现在最风型的达文西手术 在这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首先是鼻腔的手术 有很多呼吸中止症的患者 他其实两侧的鼻腔的这个鼻息肉 都非常的肥大 那他的鼻中壳 也有多多少少有轻度 或者是中度强的弯曲 那这类的患者 我们如果用手术的方式 来矫正他肥大的鼻肉 来矫正他弯曲的鼻中壳 那可以让他鼻腔的呼吸 更加的顺畅 那另外 然后这个患者是因为 扁桃腺太肥大 玄涌水太长 这种我们就是用 扁桃腺的接触手术 以及这个玄涌水 扼烟的成型手术 那我们可以再先摘除掉 过度肥大的扁桃腺之后 再将这个口腔的粘膜 以缝合的方式 做一个适当的悬吊处理 让原本空间狭窄的口颜部 在缝合悬吊之后 空间能够得到大幅的改善 那另外有些患者 是因为蛇根太肥大 蛇根去阻塞住了呼吸道 那这类患者 我们就可以用 蛇根的减肌手术 就是减少蛇根体积的手术 那这就包括 目前市面上最风行的 达魂西机械手臂的手术 这是因为蛇根是位于比较深处 口腔比较深处的地方 因此一般手术器械 往往针对蛇根的部分 会看不清楚 或者是切不到 切不好 难以执行 但是达魂西手术 它有很清晰的视野 那它也有这个 具有角度的内视镜 可以看到我们 比较深处的蛇根 那另外它也有一个 灵活的这个工作手臂 可以把蛇根的 整个零发组织 肥大的卵组织 能够做适当的减少 所以蛇根的手术 在蛇根睡眠手术方面 达魂西其实能够扮演 蛮好 蛮重要的功能在里面 因此也有越来越多的医院 有这个达魂西手术 来治疗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另外呢 还有一类的手术 是这个骨架性的手术 如果一个患者 他是因为整个骨架 先天发育的异常 造成呼吸中止症 那就要用骨架的手术 才会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善 那这类的患者我们会看到他的 上排的这个上颚 嘴巴张开看到上颚 比一般人更加的下窄 他的下巴也会短短的 好像没有发育过一样 那这类的患者 你就是需要用一个骨架性的手术 来将这个上颚的部分 那骨头要能够打断锯开 慢慢再用螺丝 慢慢可能每个月 以每个礼拜0.1公分这样的速度 慢慢慢慢拉开拉开 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让他的上颚这个骨质长出来 这个空间能够得到扩大 那下巴也一样 下巴太短的患者 也是需要从下巴这边把骨头锯掉 那另外再慢慢的拉出来拉出来 这个每个礼拜只拉0.1公分 或者是0.0几公分 让骨头慢慢生长 那最后在伤口都痊愈之后 就会有一个比较正常的 口咽空间跟下巴的形状 那这是属于这个骨架性的 睡眠外骨手术 那这个因为是需要动到骨头 所以整个恢复期也会比较长 那目前大部分都是这个 在国内大部分是整形外科 和牙科的医师 是比较专注于这个骨架性的手术 那像我们耳鼻后科医师 则是会比较专注于这个 软组织鼻腔鼻腔口腔这方面的手术 睡眠呼吸中止症 相信在刚刚我的这个介绍之后 大家应该对他都有初步的了解了 那也知道他的治疗 有分成内科和外科的治疗 那治疗的效果也大多相当的不错 能够帮助病患 改善打酸缺氧 也能够增进生活品质 甚至更好的是预防长期的慢性病 能够改善高血压 然后预防心脏病 脑血管疾病 以及癌症的发生 但是我目前遇到最大的挑战是 很多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 其实都没有被发现 也没有被诊断出来 那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国民 其实对打酸呼吸中止症 这件事情的认知 还并不是那么的深入 很多的民众会认为 打酸就是一个 只是一种睡觉睡得很香 很熟的表现 并不认为它是一种疾病 也因此就错过了去就医检查的机会 那在我今天介绍了 呼吸中止症之后 相信大家都会知道 单纯性的打酸 也有可能 它背后是潜藏的 睡眠呼吸中止症 和缺氧等严重的问题 因此这边要呼吁一下 各位这个 这个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说您或者身边的人有打酸的问题 甚至打酸之外 也有相关的呼吸中止症症状 例如白天觉得会嗜睡 白天都觉得精神不静 记忆力和注意力越来越差 或者开车的时候都容易睡着 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 那建议要找这个耳鼻喉科 或者是这个牙科 胸腔科 神经内科等等 我们有在治疗呼吸中止症的相关科别 一时先做一个初步的检查 那在初步的门诊评估之后 大概就会对你的状况有初步的掌握 但是如果要确定你到底 有没有夜间缺氧 以及缺氧的次数和严重程度 那么会需要帮您安排一个睡眠检查 那睡眠检查目前也比以前更加方便 以前一定要在医院的睡眠中心 睡一个晚上才能够得到睡眠检查的报告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厂商有这个居家睡眠检查的服务 您只要能够租接一台机器回家 那自己在家睡一晚上就能够得到报告 这也是越来越方便的 所以如果各位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 有这一方面的症状疑虑或者是困扰的话 那也鼓励你们能够积极的就医积极的这个检测 那早点发现问题 那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才能够这个重新回复一个健康的身体 还有一个很很很优质的生活平时 与快乐的人生 好这样是我今天一个间断的分享 非常谢谢